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有态度的模玩分享 评头论足 今天我们不看高达模型 来看高达模型的周边配件 就是这个壁垒模型出的PG能天使发光的地台 目前主要还是想看一看样品的表现 和大家的反响如何 如果好的话 评头论足店铺可以适当的上个新 而另外本期准备了一个同款地台作业礼品 这个活动规则很简单 就是在视频下方点赞收藏留言就可以参与了 但是注意是有字幕的平台 其实说实话 壁垒这个品牌之前就接触过 最早应该就是超新兴的双头龙地台了 到目前为止 貌似也是一直在做指甲配件 比如说我手里面MB样式的红色异端的地台 就是壁垒出的 因为里面是给出了很多的转接头 因此平时展示RG或者是HG 或者是没有支架的MG 我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 我手里面这个用了大概是一两年了 大家看到的MB支架就是这个 我现在还没奢侈到拿MB原装的 来展示HG这种长度 反正对我来说还是挺实用的 平时录视频这个支架就够了 毕竟对于万代的模型 并不是每一款都有支架的 好咱们书归正传来说一说这次壁垒的新产品 就是一个PG的地台 盒子朋友们也看到了还是挺薄的 打开之后能够发现里面就是一个地台 没有支架 作为配件部分 首先这边是带了一个遥控器 没错 遥控器 我发现国产的配件还是比较喜欢使用遥控设备的 可以看到这个按钮还是挺多挺复杂的 上一次使用遥控器 我记得还是西安州那个凶向的哈罗遥控器 在这个盒子背面 针对遥控器的按键 是进行了一下简单说明 主要就是开关 呼吸效果的频率 灯光的颜色 和灯光的明暗 然后在这个地台部分的结构 咱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在这个尺寸方面 虽然说没有对比 但是和PG能填使的差不多 但是表面因为内部有灯 所以可以看到有不少的透明件安装在正面 主要就是一个环形结构 然后在这个中间 这一块地台里面是给出了一些替换用的名牌 虽然说看起来都差不多 但是针对上面的文字有些区别 比如说能天使R1 R2 R3 包括雪崩 不知道之后万代是不是真的能出这么奇异的能天使样式 但是肯定也是有备无患了 喜欢哪一个换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也不怎么明显 因为看着都差不多 而这个地台部分真的是没有太多好说的 主要就是来看一看塑料的质量 或者是厚度什么的 这个材料看着还行 但是摸起来还是会感觉 不如万代地台的质感那么好 那么厚重 而这个地台表面 除了比较明显的透明件之外 还能看到一些细节处理 倒是和能天使外甲的一些小镂空细节风格 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对于这款地台主打的还是功能性 虽然说外形固然很重要 但是我个人倒是没有感觉特别惊艳 当然咱们还是得开灯来看一看表现怎么样 其实本身地台带有一个电池盒 是安装在边缘的 总共使用4节5号电池 那么电池安装完毕之后 咱们触摸这个带有名字的替换件部分 就可以实现灯光的开启 或者是替换效果了 好了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亮度 对于这个灯光 主要是体现在透明件的部分 当然要是成型色的话也透不过来 而在这个亮度方面的表现 个人感觉还可以 特别是在这个本身比较深色的地台衬托之下 会显得更亮一点 不过对于这个光效 主要还是以渲染气氛为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灯光主要是分布在环形的弧度位置 而这个灯泡还是肉眼可见的 等到了这个面积稍微大一点的位置 灯光效果确实是不如窄的地方明显 那么通过这个按键和遥控器的各种调节 我们可以实现几个功能 比如说这个灯光亮度方面的显示 从低到高有那么几个档位 然后各种颜色的变化 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 包括白光都可以在这个地台上面显示出来 感觉和我的鼠标还是挺像的 而对于能天使而言 色彩的变化还是挺重要的 毕竟又是普通又是三红 所以对于什么蓝 绿 紫 粉 或者是红 这几个颜色还是比较重要的 而另外刚才也是提到过了 就是这个呼吸效果 带有多种节奏的变化 可以从慢到快进行选择 当然也可以是一边呼吸一边换色 反正是一般鼠标上 常见的那些效果 在这个地台上都可以实现 而另外虽然说只是针对能天使 但是如果要是有其他级别的模型 也可以放上去来进行展示 比如说以前出过的一些PG 或者是一些MG都可以 当然目前没有针对模型 给出展示支架 所以展示形态就只是放上去而已 但是地台部分针对外接支架杆的空穴 是利用了一个分件来进行遮挡 因此除了前面的电池盒 其他部分的结构看起来还是相对完整的 既然作为能天使的主题 当然主要针对的就是PG能天使 要是使用的话 其实是需要配合原版的结构来进行安装 刚才说了这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柜子的情况 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想把PG能天使拿出来 目前看来是不太可能 同时加上厂家很着急 而且我还得了感冒 浑身难受 暂时是干不动体力活了 所以干脆我就放弃了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看这个趋势 到年底之前应该是清不出来了 但是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在这个部分 需要使用到原厂支架的东西有两个 一个是原版的电池盒 而另外一个是原版的支架杆 这些部分都是可以通过安装签套 到壁垒的地台上的 可以看到在地台部分 是针对功能性进行了加强 主要就是表层的放光 但是有一个部分 可能会让人感觉心里面不太得劲 最起码 我是这么看的 就是电池舱当前是针对两个部分进行供电 一个是地台部分 而另外一个是针对本体部分 因为沿用原厂的供电 所以目前这套系统是分开的 这个效果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同时使用电池的话 确实是比较多 而另外加上本身的地台部分 也没有USB供电 就让人感觉 貌似还有很多需要改良的部分 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厂家说之后 还会针对地台底部 给出一些升级的东西 而至于是什么 目前就不知道了 反正听这个话里话外的意思 目前还不是最终效果 而眼前壁垒这套地台零售价格是98块 可能有很多玩家更愿意拿100块 去买一个模型 不过本期福利会送出一个不需要钱 针对本期视频下方 进行点赞收藏留言就可以了 而另外朋友们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点赞投币收藏支持 同时订阅评头论足的频道账号 最新的节目更新都会第一时间推送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感谢观看